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袁统师兄 请多指教 慧和师兄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四平拳 这是初学武功的小孩都会的招数 慧和也太不把袁统师兄放得严厉了吧 也许慧和根本不会武功 慧和这招平平无奇的四平拳 竟然把袁统那招威猛绝伦的权势给化解了 对 神话少林 这是我们少林十三种拳法中 变化最深奥的一种 今天你算是开眼了 要达到重拙大 这种境界可真是不容易啊 灰壳 灰壳 竟能把这一招最简单的拳法 使得出神入魂 这种拳法 对 你这种拳法 是什么 你这种拳法 你还没有找到 能够是这种拳法 你这种拳法 我们挺有的 你这种拳法 就是这种拳法 这个拳法 你这种拳法 我就是这种拳法 你这种拳法 打魔剑 没想到袁通师兄会使出这一招 阿弥陀佛 凡有执着皆落下场 探索本源何须求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慧可 你随我来 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快快 里边请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东方兄还是没有舍得离开此地 我听说东方兄这挑战不力啊 被少林寺的高僧打败了 既然这少林寺去不了了 那东方兄接下来又有什么打算呢 没什么打算 我来是想告诉你 这蓝玉京根本就没死 他现在正与惠可在一起呢 那要怎么样 我索性在这里等开下山 这下山的路可不止这一条啊 东方兄 你在这儿哭倒也是无意啊 我倒是知道一条小路 可以直通少林寺后山 你可愿意同我一起上山去找他 我败给了少林僧人 没脸在上山了 要这么说 你是不想要这武当剑谱了 你也不想去少林寺 看看你那个玉京兄弟 现在到底如何了 惠可 到少林修行之前 你从何处来啊 从来处来 来时如何 剑山是山 剑四是四 后来呢 剑山不是山 剑四不是四 现在又如何 剑山仍是山 剑四仍是四 我老师 还好 师父 既然来无为去无为 那又何苦执着于异渝呢 守作 是弟子沉原未了 罪孽未消 本来无一物 陈氏即是西天 又何来罪孽之说呀 弟子修行尚且 不得其邻 往后定当沉心静气 断绝陈渊 慧可师父 你念念不忘了结陈渊 那岂非更加了不了了 说得好 心中有佛 便无需拘泥于此地 出事入事 独善其身 奸祭天下 心之所安处 极为西天 江湖之内也可清修 滚滚红尘中亦可成佛 若是命术中有未了之事 不如顺其自然 你说呢 慧可明白 慧可师父 你同意了 你二人赶快去收拾行装 我已经安排人在罗汉堂 为你们送行 大师不必客气 不用送了 这是少林的规矩 快来 alto 瑞盂 我 发平 我 习 你 你 你 看你 有 来 袁同师兄 辛苦了 阿弥陀佛 看来我还要再过一关 不是你 对 是这位小施主 与大师切磋 十分荣幸 好小子 畜生牛肚不怕虎 来 看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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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到重拙大 这种境界可真是不容易啊 辉壳竟能把这一招最简单的拳法使得出神入魂 阿弥陀佛 典到为止 多谢大师 手下留情 小施主果然悟性过人 只看了我与惠可的一场比试 便能将四平拳的重拙大 荣于你的武当剑法之中 不错 权力剑里如此 是件事大敌都一样 多谢大师指点 请进 多谢师兄 好 是 玉京 上面那位高僧就是苦蝉方丈 这就是 大名鼎鼎的少林方丈 正是 去吧 去吧 晚辈 见过苦蝉方丈 看来你已经通过了圆通的考验 来 在老衲手下坚持十根数 就算你过了老衲这一关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指手不攻 鬼灵精 一则 风筝的执法如同拈花 极柔 极蔓 柔能克刚 岸辈 当然不能用刚蒙的拳法来抗衡 二则 要在方丈手下走过十个数 以岸辈的功力 不可能以方丈抗衡的 所以当然是以闪避为上 这就对了 若是有了胜负之念 便是有了执念 正因为你不在意胜负 才能安然度过此关 善哉 善哉 有劳方丈了 我看你悟性甚高 又与我佛门有缘 来 让老衲 助你一程 不可能 感觉如何呀 晚辈感觉浑身通透 胸中似乎有许多热力在涌动 看来你的内力又增添了几分 善哉 善哉 阿弥陀佛 多谢方丈了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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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官 字幕要伸出 封堂 二十三 大霍 允堂 知名 慧可师父 本吴大师怎么坐在这里啊 莫非还要过他这一关 慧可见过首座 见过本吴大师 玉京 你要下山 需要先坐一坐这蒲团 来 使不得 首座 普通乃是法师所用 玉京他 他没有这个资格 慧可 你入佛门多年 怎么还执着于人相我相 要知道佛法讲的是众生平等 四大皆空 只要是心中有佛 无可无不可 阿弥陀佛 我来 玉京 你握紧它 在心中默念一声阿弥陀佛 然后手指就捏动一粒捏珠 我也和你一样 当地串碾珠 你的到上面 我的到下面 今天的功课就算完成了 难道本吴大师要教我作禅 不可心存妄念 对 本吴大师这是要试探我的内功 我若是输了 是不是就出不了这少年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无大师要叫我坐禅 我却想到内宫的鄙视 方丈刚刚说过 有胜负之念 即是有了执着 对 我必须先去执着 武当心法 本来就与柴林相通 如果玉京 能消除患得患失的一面 内宫的威力 也就自然而然地挖挥了 变洒虚空 无障无碍 坐得蒲团 出得山门 贫僧替无相大师 考教过了你的功力 看来他可以安心了 大师 晚辈感觉体内翘道尽通 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呢 那好啊 唉 头头摸摸潜入少林 真是有势体团 老兄 你就别计较这些了 快走吧 有人来了 施主 走 好 至少林寺这么大 我们上哪儿找玉京去 这还用问吗 一般外来的乡客都住在客堂 你就跟我走吧 多谢本无大师 巧儿 郑爷爷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和本无大师早就来了 你的表现是尽收眼底 进一步挺大啊 毛猴子 真没想到 你这个脑袋瓜还真是挺聪明的 京儿已经长大了 不许乱叫外号 就是啊 长大的他也是毛猴子 毛猴子 毛猴子 从今以后 请叫我耿玉京 耿玉京 郑爷爷 你看我怎么样 不错 通过了少林高僧的指点 果然是大有长进 玉京 你的红丸之毒已解 无相大师所托之事也已完成 阿弥陀佛 好 多谢大师 多谢大师 大师 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チノ 我们的权利 我们知道 有没有利用 pend达真是 正是 正好 有没有利用 你们当时 都不是商量的 有利用 是一个叫郭璞的人 留给你父亲耿京士的 这日后要是找到郭璞 他定会告诉你 你的父母在辽东的一些情况 郭璞现在在哪儿呢 要无音信 我也曾多次到京城打探过 没有结果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 京儿 接着 这 这是无相掌门托付于我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留给我的 无相掌门说 一定要把这东西 交给武当未来的真正传人 希望他能步辱使命 光复武当 可是 看来爷爷很赏识你啊 武当派传人哪 多谢郑前辈赏识 可是 可是我没有任何剑术 不配拥有这传家宝 你 就是我认定的武当传人 这 这黑乎乎的铁棍 是什么 这把无人骨剑 是武当掌门的信物 别看他其貌不扬 可却是稀罕的宝物啊 他连剑刃都没有 怎么能叫宝剑啊 仔细收好了 等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你就知道了 这是本太乙玄门剑法 他与无极宫新法 并称为武当的至高功法 但吴极公的上部早就不见了 都以为这武当秘籍从此就失传了呢 没想到阴差阳错 你进了三封祖师的山洞 把这武功秘籍都给薛全了 真是机缘巧合呀 从此秘籍就后继有人了 就凭这一点啊 玉京也该是武当派传人 说得好 五娘 耿玉京的小子大难不死 而且还得到了少林高僧的指点 现在这功夫大有长进 这小子命好 还因祸得福了 不过我纳闷的是 郑铁岗这老家伙怎么也来了 那还不容易 走 看看去 走 我现在总算明白 师祖爷爷的一片苦心了 郑爷爷 我以前不懂事 身在福中不知福 让你们操心了 哎 这英雄啊 都是磨练出来的 你还小 日后啊 干什么都来得及 我会做我该做的事情的 您就放心吧 这几日发生的事 不得不说是天意所为 你能通过少林高僧的考核 此行一路 我便放心了 啊 爷爷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昆仑山啊 我就 不陪你们去了 啊 爷爷为什么呀 如今 边关战事吃紧 我要先行一步 去赶赴辽东 去帮助明军 只是这一路凶险颇多 不便带着巧儿同行 巧儿啊 就只有委托于你了 巧儿啊 别忘了 咱爷儿俩事先商定好的 好了 爷爷 你都说了很多遍了 啰嗦 爷爷老了 说话老说来回话 不过你要记住 帮着好景儿 那是自然 我可是她的福星 对对对 我能帮她很多忙的 对 对吧 巧儿可是纵横九州一带的女侠 郑姑娘 真是性格豪爽 倒是和玉京真的合得来呀 慧客师傅 那孩子们就委托给你了 阿弥陀佛 那老郑就先行一步了 走了 爷爷 一路保重啊 早点来跟我会合 爷爷一路保重 好了 随我来吧 真是没想到 郑铁岗这个老脚花子原来一直躲在这里 害我们到处下跑 秘笈是谋仓浪要的 和咱们没关系 我现在担心的是 那小子跟慧客去了昆仑山 很快就会找到七星剑客 恐怕到时候大人的身份会暴露 那二爷的话说 这可事关重大 二爷何不速速回去给大人报信 我一路尾随他们 先去昆仑山可好 五娘 你该不会是借此机会 去跟那小子通风报信吧 二爷说这个话是信不过我了 那行啊 咱们一起走吧 信 我怎么会不信你呢 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 不要见到那个小子 就开始思念不齐 否则 乱了分子 误了大事 行了 知道了 连女人还啰嗦 速去速回吧 好 听你的 快救你 洩客 谢谢 闭门窃客很多年了 闭门窃客 那我们岂不是会白走一趟 那也得走一趟啊 就算他再不过问江湖上的 是是非非 有我这个老朋友出面 想必也会给几份博面 收出一些线索 那就辛苦师父了 擅闯少林 叫他们拿下 站住 别跑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会识破我们 我已经两次挑战少林 他们都认识我了 站住 别跑 在那儿呢 快 站住 好像有人在闹事 走 给我站住 何人如此大胆 探剑 别打了 玉京 在少林寺不得屋里 东方大哥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千辛万苦找到你 你就如此对我 行啊你 对不住了 我刚才没有看清楚 一着急就 众位师父 众位师弟 众位师弟 误会 误会了 师兄 这家伙多次战闯少林 我们怀疑他是奸细 一派胡言 误会了 各位师父 东方大哥是我的好兄弟 众位师弟 这几位施主 是本五首座的朋友 都是自家人 大家误会了 散了吧 众位师弟 散了散了 玉京 你不是跌下悬崖 摔死了吗 怎么这一转眼 你这功夫就精进了不少啊 其实这都是拜少林寺 几位高僧大师所赐 也算是我走了狗屎院 东方大哥 你要是能早一点来就好了 你也可以亲眼看看 这些少林寺的高僧 是怎么教玉京功夫的 对了 我给你引荐一下 这位慧可师父 他可是一位隐识不出的高手 咱们以后可以 和他好好切磋切磋 阿弥陀佛 原来如此 告辞 东方大哥 东方大哥 他怎么生气了呀 你想啊 你们两个平日里 以兄弟相称 现在你一个人 练就了一身武艺 他自然心里不高兴了 我说他怎么生那么大气呢 不过你也没做错什么 等我们见到东方大哥 好好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 阿弥陀佛 缘来则去 缘聚则散 一切随缘罢 这一切咱们 你叫什么 我爱你们 你罢了 为了 侯 老天 能不能 也不可以 我们怎么办 能不能 救命啊 为了 都政府 经历自己 兄 你听我说 若不是我点醒你 你至今还被那小子蒙在鼓里呢 你也消消气 这玉京在少林寺的奇遇啊 你做梦都想不到 他的奇遇 与我何干 也是 走 咱哥俩找个地方 喝一杯 就吃饭了 吃饭了 Diam assisting 热情 木丫 冷 烧鸡 天哪 还没好呢 别急 好痛好痛好痛 等一会儿 怎么还没好啊 烤得久一点才好吃 快点 玉京 欲速则不达呀 对对对 不过 我看你对烤鸡的这份执着 倒是和你的那位朋友很是相像啊 你是说东方大哥 我正准备去找他呢 总不能就这么不辞而别了吧 这位东方施主是真佛呀 虽然他对剑术过于执着 不过 瑕不掩瑜呀 烧鸡好了 你赶 好了 来 帮我一下 怎么样 谢谢 慧可师傅 出家人不能沾魂心 佛祖该不高兴啊 慧可师 不是已经还俗了吗 对对对 自从我跟了你们下山啊 我就算还俗了 我 我已经还俗了 我 我已经还俗了 翘儿姑娘 我已经还俗了 好想还俗了就可以吃了 好想还俗了就可以吃了 来 来 怎么样怎么样 好不好吃啊 神优三界修佛缘 独炼美味在人间 不可多得 不可多得呀 不可多得 那既然不可多得的话 那以后咱们路上的吃食 还是按斋饭准备吧 有道理 你这个臭小子 我说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你竟敢取笑我 好吃 好香啊 再来一会儿 毕竟 巧儿 如今 我也算是 重出江湖了 不妨告诉你们一些 我出家前的俗事 好啊 好好啊 我们喜欢你 来 这边坐 你们可曾听说 很多年以前 江湖上颇有盛名的 小武艺吗 没有 没有 也是 经过了这么多年 有的死了 有的失踪了 有的出家当了和尚 难怪会被人淡忘 那这小武艺是 小武艺当中的老大 是七星剑客郭东来 老二是霹力掌王惠文 他虽然排行老二 但是他那年龄最大 你还没想到 王惠文 一般不用兵器 仅凭双手 就可以杀人于无形 他成名得最早 但是 退出江湖也是最早 那这位大侠 为何激流勇退呢 不大清楚 我只知道 当年 小武艺在江湖上 最富有盛名的时候 王惠文突然宣布 金盆洗手 所以 很多人 没把他当成 小武艺之一 而是 将另外一个人 补了进去 会可 师父 怎么小武艺的事情 你知道的这么多 童王兄 干 你这种 老板娘 再来一壶 好嘞 真不曾想到 这玉京在少林寺 慢用啊 受到各种礼遇 却不小的告知我一声 害得我还担心他的安危 被少林寺的和尚 还一通羞辱 可不仅仅是礼遇二字啊 你可知他在少林寺 得了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 在山门前他出手伤你时 你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变化 他的 功夫好像是大有长进 还没说 什么 那是导人的 刘子 你不想要是 他们也不想要是 你把你推出了 土当山下那个傻大憨的土家混小子喽